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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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贴身翻译甚至还能帮你在购物的时候讨价还价呢 打完了电话 陈兰按照咨询员的指示 开始了没有周密陪伴的自由行动 第一个任务便是前往韩国的T-World手机中心去租手机 韩国共有14条地铁线路四通八达 对于自由行来到韩国的旅游者们而言 这是最快捷的交通方式 不用担心你不认识韩文 在韩国地铁站内 随处可见印有四种文字和图解的售票乘车指南 并且这里的自动售票机上 你也能选择中文服务 是不是很方便呢 这是我们的交通卡 然后下面还有找零五百块 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坐地铁去东大门 呦 陈兰还真是不简单呢 买完票还发现了几个好东西 看来我们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这是一个寄明信片的机器 那如果说你在韩国旅游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就把明信片寄到世界各地 看到没有 这里还有一台机器 它是用来存行李的 如果你刚从飞机上下来 或者有很多行李要坐地铁的话 就可以把它寄在这里 第三个很有意思的机器就是这台机器 它是可以打电话的 也是一个室内的免费电话 但是同时你要看这些广告 喂 喂 我这儿很吵啊 我在干活儿 喂 喂 好 这边电影 这边电影 这里还有一个很酷的 就是 这是一个卫星地图 出来 看到没有 完全用手指就可以出品 然后下面有这边的巴士还有餐厅 比如说我们要去找到附近的一家餐厅 很快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餐厅了 怎么样 陈兰找到这些东西 还真是很实用的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韩国 这些设施说不定可以帮上大忙呢 接下来陈兰就要乘坐地铁去租借手机了 T-Word是韩国最大电信公司 SK电讯旗下的通讯服务中心 在这里为人们提供手机租借服务 租借手机的程序十分简单 就算是完全摸不着门道的游客 也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轻松搞定 OK 乘坐地铁去租借手机 看来这里租手机需要一个护照 然后刚才他跟我说了 这边每天的租金是三千块 很低 好 这样的话手机就算是借好了 一部手机每天租借的费用为三千元韩币 约合人民币十八块 在韩国各大机场港口的SK电讯服务台 以及各服务中心都可以进行办理 还可以就近选择最方便的地方 办理退还手续 使用迎联卡办理 还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 你看这里还有几个电话 如果说你正好碰到手机没电 或者有急事的话 就可以用这三个电话打电话 都是免费的 最重要的是 它还可以播国际长途 你只需要加上001 不然我播你自己要播的号码 就可以打国际长途 免费哦 除此之外 在这里还设有休闲茶水坝 以及上网休息区域 这里还有免费上网的地方 你可以来查收你的邮件 万事俱备去逛街啦 Farmer 一家很漂亮的手工视频 你去看看 陈兰带我们找到了这家名为Farmer的小店 是一家经营手工头饰的商店 取名为农夫 是因为这里的手工制品 犹如农民耕作般细致用心 近期热播的美剧《北门少女》 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场时尚旋风 剧中富佳女布莱尔头上的华丽发带 让人印象尤其深刻 而这种以尺寸夸张的蝴蝶结 或羽毛为亮点的发带 是许多时尚女孩们 爱不释手的配饰之一 而且你不要看他们家店小 你看 这是韩国很有名的一个孝心 还有这里 很多韩国的女艺人都会来这里买头饰 在这里其实很有名 聚会时配上一个如此精致的发带 相信一定会让你成为场上的焦点 假如你在抹布韩剧里 发现女艺人头上的发饰很漂亮 不妨来这里搜寻一番 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哦 很蓬客 这是比较淑女的 你看 还有这种设计 随便你别在什么地方很方便 对比较觉得没有 比较到这种肌肉 去比较 尽管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这个很漂亮 那跟这个配的有所适合 都有 这个配合的表现 这个配合的有所适合的 漂亮漂亮 很漂亮 好可爱的小脸 优雅的羽毛发带 俏皮的花朵图案戒指 这些让女孩子们维持倾倒的时尚元素 在Farmer你通通都不会错过